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Elm & Magazine 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我是Jean 附建宁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情况吗? 近期都在马上是什么? 其实我近期在不久前已经正式的 把我的宣传活动 就是雨天后的宣传活动 跑完了,已经在全马 在东马,在北马,南马,还有中马区 都有办了签唱会 还有很多的音乐分享会 所以最近呢,其实在筹备着 我接下来要发行的单曲 然后这个单曲是跟我的十周年演唱会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今年的年尾之前 就会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会办我的十周年的演唱会,音乐会 在在筹备着单曲的过程中 你觉得最挑战的东西是什么? 最挑战的应该是在收割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不会演唱自己写的歌 因为其实我没有唱过别人的歌 这个就是自我的挑战 因为我都是写 我写给我自己唱 因为我 可能我最了解我自己的 想要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我知道前阵子呢 有为一部电视剧演唱了片尾曲 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唱别人的歌 然后之后 之后我就想说 其实可以唱别人的歌感觉也不错 因为别人的歌是完全的一个新的挑战 你要重新的去演绎那首歌 因为那首歌一定是有别人先唱那个demo 所以你要怎样去不要唱成那个demo的感觉 而且你要唱到那一个写这首歌的人的满意 这个感觉是蛮挑战的 因为你之前的那个全創作专辑那个《雨天后》啊 怎么会取名为这个名字呢 那个《雨天后》的意志就是 很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想象空间 《雨天后》不一定会释放情的 很多时候《雨天后》不一定会有彩虹的出现 甚至《雨天后》那整个一整天的感觉就是阴阴的 可是有时候你们又会很期盼 但《雨天后》会有一种阳光的感觉 所以歌词里面其实有提到 也是在我筹备专辑的三到四年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 所以要为自己的将来做好最好 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的意思 所以你筹备《雨天后》总算是密码 而且你觉得最挑战的是什么 就很不顺利啊整个过程 这是难产所以才会用了三到四年的时间来筹备 或者是更久 因为我第一张专辑是2011 所以这一张正式来说是 20... 几啊 2016耶 我有点 有点lost count 就是五年 将近五年的时间来筹备 不止三年了是五年 所以这五年不可能生不到一个专辑出来 一年一手怎样算都应该够吧 只是中间的时候公司有出了状况 然后我自己家庭啊 还有我自己本人也是出了很多不顺心的事情 所以其实中间已经打算不要再发片了 中间打算去转去做幕后 或者是转去不同形式的唱歌 就是不想做自己的专辑 可是后来 到了去年就是2016的时候 我就觉得 如果我没有做一些事情 证明给我的家人看 或者是证明给我自己看最重要 我想跟家人说 你们要相信你们女儿 做音乐是不会死的 他们一直觉得做音乐是很可怜的一个工作 因为马来西亚音乐圈真的 可能没有像外国一样备受认同 可是到时候刚好我爸爸 在那段时间病得很严重 所以我就用了这一份 很怎么说 就是用了这一个 我爸爸生病为我的动力 我就觉得说你要抗胜离的病魔 其实没有这么难 甚至是告诉很多想要追求梦想 或者是在不同领域想要放弃的朋友 我觉得我可以在雨天后之后 相信自己 相信雨天后就算没有彩虹 我也可以自己为自己 画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绚丽的一个天空 加哥你也是有提起说你要 打筹备那个十周年的演唱会 嗯 然后呢你会带一些什么样的表演给你的粉丝们呢 嗯 会带给你们什么惊喜 惊喜是肯定有的 因为毕竟我的专辑的歌曲很少 所以我会演唱很多不同的歌 也不是大家平时会看到我会演唱的歌 还有再加上嗯 接下来要发行的那个单曲 绝对可 绝对绝对不是苦情类 绝对不是那种我爱你你爱我 然后你不爱我我不爱你的感觉了 应该会 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做了一个正式的决定 可是我们想要给 所以大家看一下不同的剑影 然后再加上这个演唱会 会分成嗯 不同的环节 然后不同的环节都会有 不同的故事 然后不同的曲风 不一定只是 大家熟悉的我唱的情歌 嗯 这样会邀请嘉宾吗 会 是会的 会有嘉宾 可是还没有还没有确认 所以还不可以公布 嗯 所以在音乐上还有想要跟哪一位艺人一起合作吗 在你音乐作品上 歌手 哪位歌手 嗯 这个喔 嗯 可以任选喔 可以 眼睛一亮一下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是马来西亚的嘛 不一定要 海外也是可以 那 不用想啊 我很 我很爱 可以 男的女的都可以吗 对 还是可以选一个 哈哈 一两个 会不会很担心 可以都可以 如果是男生的话 我其实很喜欢林优佳 哦 对 尤其是最近都被她的歌一直洗脑 然后 嗯 一直想要去她演唱会都 都没有机会 男生的话我会很喜欢林优佳 然后 女生的话 其实 嗯 其实 以 大马区来说 都 我都 我都很喜欢 都 例如 梁静如啊 我也 她应该是目前为止 我觉得马来西亚曲 我很想跟她 合唱 就是 梁静如是情歌的感觉 你的感觉 就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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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